三重区崇安街53巷口 因为车流量多 行车速度又快 加上没有交通号制 经常有擦撞的意外发生 日前更有行人 因为车祸不幸过世了 所以新北市议员蔡明棠 她邀请了交通局会刊 希望可以增设交通号制 以保障市民的安全 来到三重区崇安街53巷口 虽然只是窄窄一条马路 但是因为行进这里的车辆 车速都很快 过马路可以说是胆战心惊 这个崇安街53巷这个路口 已经会刊了两次以上了 结果交通局原则上是太近的关系 所以不装置 因为上个礼拜 这里发生死亡车祸之后 我们两位里长里民都很反应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请蔡明棠议员 跟我们交通局到现场再会刊一次 邻近两个里的里长 多年来争取增设交通号制 但是因为相关法规的限制 一直没有下文 导致车祸贫传 这两边因为没有交通号制 所以行人还有车子 要经过的时候都没有注意的人 常常发生几十处的 不是只有一两处的 还有人命 前两天发生人命 这个号制是很重要的 由于日前有民众在这个路段发生车祸身亡 所以新北市议员蔡明棠邀集交通局会刊 确定增设交通号制 最主要我们是希望跟前面的这个交通号制做连线 那好好管控 因为这两个路口是一个转角 他没有办法看到前方的这个红利灯号制 所以才会发生车祸 那我们装设以后 也要跟这个红利灯 前面的红利灯来做连线 那避免车祸的再度发生 号制该如何设置 以及要设在哪里 交通局会请专业人员来鉴定 在交通号制尚未设置之前 也提醒行经这里的民众要多加小心